第五十一集 慢慢地 他抬起头 深如紫叶的双眸钉向跪在脚边的魏洛 望着他乌黑的后脑壳 精灵公子淡淡地说道 进前 白头 若 魏洛应了一声 息息两步 然后他慢慢地抬起头来 这时 精灵公子正端起酒针 他的手刚一提 刚把酒针凑进宝唇 准备饮上一口时 眼角便瓢到了魏洛 他睁了一下 然后 他紧紧地盯着魏洛 慢慢地 慢慢地把手中酒针 重新放回脊上 他一顺不顺地盯着魏洛 直过了好一会儿 才沉声喝道 进我身前 诺 魏洛应了一声 再次七行三四步 绕过脊 跪在他的西侧 抬头 诺 魏洛老实地抬头 眉眼微脸 面对着精灵公子 浊浊地打量 一只修成白净的手伸出 然后 这只手托上了魏洛的下巴 令得他扬起了头来 精灵公子紧紧地盯着 这一张俊美的面容 盯了一会儿 他再次喝道 睁眼 诺 魏洛从善如流 睁开一双墨浴般的眼 静静地与精灵公子对视 墨眼如玉 既清且冷 这样一双眼 当时不可能再有第二人友 精灵公子慢慢地 慢慢地皱起了眉头 慢慢地 他的眉头越皱越深 这时的他 与魏洛靠得如此之近 尽得他的心都开始淘淘然 熏熏然了 尽得他听得到那强烈的雄性体系 会有想投怀相救的冲动 不过 冲动永远只是冲动 魏洛从来不是一个容易被冲动主宰的人 精灵公子盯视他半晌后 忽然声音一提 立刻道 来人 和声一出 魏洛脸白如指 不可自意地颤抖了起来 一个剑客双手一插 朗声应当 诺 精灵公子一顺不顺地盯着魏洛 沉沉地命令着 换药公来 然 药公 这个药公 莫不会是一个易龙高手吧 精灵公子的双眼 从始至终都放在他的脸上 不曾稍顺 他望着他苍白紧张的小脸 拖着他下巴的右手大拇指一伸 俯伸了他的下唇 因常年的练习弓箭和剑术 他的拇指面相当的粗糙 这一副 直刺得微弱细嫩的唇有点生疼 他的动作舒缓 温柔 那温热的粗糙的抚摸 令得魏洛的心脏又开始怦怦的急跳了 令得一股股躁着涌上了他的脸颊 精灵公子若有所思地盯着他晕红的小脸 手指压了压他的下唇 这一下 他的手指压得有点深 指尖直入膛口内 触到了里面的一点润湿 瞬时间魏洛一颤 他也迅速地甩开了手 他 居然甩开了手 他这一个动作有点急 有点乱 应该是精灵公子所为 魏洛微微垂眼 钉向那只放在左侧的右手 心中隐隐的 隐隐的感觉到一种微妙的雀跃 是的 这是雀跃 只要对上他 魏洛便会心动 便会呼吸紊乱 体会过百味的滋味 这雀跃 却还是第一次体会呢 一阵脚步声响起 不一会儿 一个头发发白 精灵公子一看到这个老人 马上站了起来 他踏出了两步 双手一插 颇为恭敬地换道 精灵见过耀公 面对他堂堂一国公子的尊敬 耀公不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直接开口问道 公子 何时传唤老夫 精灵公子朝跪在地上的魏洛一指 说道 请耀公过目 死而之容 是真是假 他一对上魏洛那俊美的过分的面孔 便眉头微皱 魏洛的心在砰砰的急跳 一声又是一声 一下又是一下 紧张 急促 耀公盯着魏洛打量了好一会儿 转向精灵公子说 死而 是真容 这话一出 魏洛那紧张急促的心跳忽然一松 他成功了 这话一出 精灵公子盯向魏洛的俊脸 变得有点阴沉了 耀公看向精灵公子 见他如此的表情 双手一插 沉声说道 公子志在天下 岂不可 沉迷于色子之上 耀公这话说的是很自然的 精灵公子却是一领 他转向耀公 严肃地说 功严过矣 乃怜小儿之才 他严肃地说到这里 不知为什么 心中却破天荒地 生平第一次闪出一种叫失望的情绪 是的 他有点失望了 魏洛这张脸 确实俊美 虽有二分厨子之柔 却有堂堂丈夫之纲 这一点 任何人一眼便可以看得出来 一直以来 他都有点怀疑魏洛的性别 每次闻到他身上的清香 望着他眼中的脚目和切媚时 他都有点想收他入房 可是既然这张脸是真的 那么这张脸下面的身体 是男是女都不重要了 在精灵而言 他甚至无法想象 这样一张俊美的丈夫的脸 配上一个女性身体的模样 那情景 他光是想想都有点胸口贩毒 此等模样 实在不是他精灵所好 魏洛一抬眼 便把精灵的表情收入了眼底 他连忙垂下眼 嘴角微勾 他所需要的 便是这种效果 他甚至想好了 精灵如果要求验身 他便让他验 就算是他确定了自己身女而身 想来他面对着自己 这一张刚性的美少年的脸 也会有心理障碍 不会饥不择食 不会马上 就把自己就地正法 更不会把他收入府中 成为他的一击 比起他府中的众多美女 自己这模样太过刺他的眼了 如他这样的人 女人唾手可得 他实在用不着 对这种面孔的女子下手 现在看来 他显然受到冲击太多 连咽一下身的兴趣都没有了 药公又向魏洛 瞟了一眼 再次转向精灵公子说道 此儿 并是魏洛 看来 他对魏洛知名也有耳闻 精灵公子点了点头 有点疲惫 药公再次向他插手说道 公子 此儿是有贤才 何不以事代之 他这又是劝谏了 他是在劝谏精灵公子 不可以看中人家美少年的外表 要重财而青涩 精灵公子懒懒地挥了挥手 以封为二等时刻 他说到这里 实在不敢多言 便头也不回地命令魏洛 背下吧 若 魏洛应了一声 攻身后退 药公见他是真的不在意对方的美色 满意地点了点头 转身就走 他走得很快 一闪身 便在魏洛之前离开了书房 魏洛也不敢耽搁 当下脚步加速 急急地向外走去 他才走了五步步道 精灵公子低沉的声音缓缓地传来 魏洛 魏洛一领 脚步一煞 他慢慢地转过身来 低着头插着手 然 且进前来 诺 魏洛这下 又开始心惊肉跳了 刚才精灵公子的异性索然 他是看在眼中的 怎么这么一会儿 他又反悔了呢 他低着头 慢慢地走向了精灵公子的身前 挥一下 魏洛应声跪在地上 精灵公子居高临下地盯着他 徐徐地说道 小儿多角 他说小儿多角 这一下 魏洛的心脏又开始收紧了 他的背心 再次冷汗津津而下 他真的是很担心 自己能骗过妖宫那样的人 却是骗不过精灵公子 精灵公子绣袍一服 缓缓地回到踏上坐下 湿湿然地坐好之后 他舒服地向后翼翼 静静地盯着魏洛 说道 说吧 王日何惧我至思 哎呀 原来又是这个问题让他不解了 这是一个死结吗 魏洛沉思之际 精灵公子的声音继续淡淡地飘来 百般拖延 瞧技使劲 却是为了掩饰这般容颜 魏洛小儿 若有说 可详之 若无说 还手可也 还手可也 他是说 还手可也 他 他要杀死自己吗 魏洛一点也听不出 他话中有半点虚张声势 那淡淡的语气 那平缓的语调 一切都表明了他隐藏的疲惫 还有杀意 这杀意毫不作伪 以他的性格和诠释 也是无需作伪的 他 真的动怒了 魏洛一下脸白如指 他咬着下唇 半声才说道 请 请 丙左右 精灵公子一睁 他深沉的双眼 盯了一会儿魏洛 手微微一挥 所有势必和剑势 都一一退去 侧房之人 也是一一退去 不一会儿的功夫 这方圆百里 便再也无一人敢靠近了 都走了 书房中的空气 变得凝重了 压抑了 魏洛咬着下唇 艰难地咽了一下口水 低压地说 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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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是女儿 这是一个完美的解释 在任何时代 任何一个女的 清秀的女子 没有权势相互的话 只能辗转流离他人之手 而如果这女的很有特色 还很美 那更是高级货品 如魏洛现在这张男性画得俊美的脸 便是很有特色 也是很美的 再有 如果一个女子太过有才 也可招某些闲事见客所验 等候她们的 很有可能就是无声无息的死去 天地之道 阴阳有序 钱在上 主声长声发 昆在下 主受纳收藏 也就是说 做伟困的女性 是只能被动接受的 管理一下后院职事 打理一下小产业的 如果她想要生长 想要如树枝一样 向天空中舒展 想要在世人面前显露自己 便是不和乾坤之道 便是破坏这个世界的刚迹 便是反常之妖 杀之可也 因此 魏洛这句解释一出 精灵公子的呼吸停顿了一下 魏洛的心紧紧地收成了一团 等候着精灵公子的审判 与她相处的时间并不长 可魏洛一直觉得 她是一个宽容之人 她具有一个强者 一个王者所具有的所有品性 其中一条便是能容 能忍 这是一个以知识取胜的年代 每一个国家的诸侯王孙 为了让自己的国家强大 都向天下有识之士 大开方便之门的 所以 真正的历史上 苏秦可以配六国相印 张义可以多次出尔反尔 却没有一个诸侯 敢在他归附时杀他 要离刺杀庆济 庆济为了显示爱才之名 得放这个强大的刺客平安离开 信灵君 养食客三浅 这些食客 虽然多数十字 却多是鸡鸣狗盗的作用 也不能起得砸碎 可饶是一个个都来骗吃骗喝 信灵君也值得欣然开门那只 根本不敢推拒 因为 只要有一个爱才之名 他希望能在三千沙子中 逃到一两粒黄金 这些在后世不可理喻的做法 在当时都是很盛行 很自然 因为没有比知识 更能让一个国家强大的了 可以说 春秋战国 才是有才华的人最渴望去的时代 那时候连王权 强权 在很大的程度上 也得向有识之士低头 魏洛已经向精灵公子多分 展示了自己的才华 他所展示的才华 如果换成别人 早就构格成为一等时刻了 甚至享受国事的待遇了 可他的行为 在精灵公子看来着实诡异 令得他很是不放心 再加上他年纪太小 使得精灵公子并不重用 虽不重用 却一直留在身边 便是看重他的才智 魏洛知道 精灵公子并不是一个于府之人 而且他对称霸天下 有着强烈的渴望 在这种情况下 他应该不会因为自己是女子身 而有大才 便会杀了自己 果然 在一阵令人窒息的安静中 精灵公子缓缓地说道 欢迎 搜得一下 魏洛脸红至尽 看来 精灵公子没有凭自己的一句话便信了 他要验身 他 他居然要 居然要亲自验身 魏洛的小嘴颤抖了一下 他很想要他叫一个势必进来 可是他也明白 如果自己不想死的话 最好不能让太多人知道自己是女儿身 不然的话 不是自己死 便是那些人被杀了灭口 许久许久 精灵公子才低沉地说道 是 魏洛伸手放在衣带处 可在他的面前宽衣这件事 实在是难堪 魏洛的手不停地颤抖 不停地颤抖着 他几次想要抬头 想要向他泪眼起怜 可一想到上次进宫夜宴中 自己向他起怜的后果 是差点把自己给就地正法了 便又不敢了 魏洛哆嗦着 小手不停地颤抖 半晌 他才终于想到一法 低声说道 凡女子 警监无节 我之节有假 可取之 取下侯节药用药物 魏洛身边自然是没有带 他多着嘴 把这话给说了 精灵公子沉吟了一下 事实上 任何一个真正的男人 都不会说出自己是女儿身的这种谎言 因为这种话 才是招来最大的杀身之祸 最大的折辱 因此 在魏洛说出自己是女儿身时 精灵公子其实已经信了 奔赏 低沉的声音缓缓地传来 出你之口 入我之耳 使命 无限 我赢了 我终于赢了 他要用我的材质 他要主动为我掩饰身份 我可以继续以南庄行走 不会入他的后宫成为匿迹 也不会再被他所遗迹了 狂喜中 魏洛以头点地 朗声地应道 诺 精灵公子身子未清 呼吸与他相撞 滴滴地说 以后 随事吧 这时刻 他的雄性的体系 他的呼吸 都丝丝缕缕地渗入了魏洛的心肺中 魏洛一动不敢动 任他靠近自己 任他的嘴唇都要贴上了自己的额头了 他只能滴滴地 难以羞涩地应导 诺 精灵公子缓缓地抽身 站直 他袖袍一挥 站了起来 声音淡淡地说 对吧 诺 魏洛应了一声 站起来向后退出了几步 然后离开 精灵公子望着他低头离去的修长的身影 眼中光芒闪动 魏洛一出书房大门 便大大的吐出了一口气 院落里 到处都是人影晃动 这些人 对上新鲜面孔的魏洛时 都是侧目而逝 对着这些好奇的打量的目光 魏洛没有理会 他大步地向外面走去 这一路上 无数双目光都在向魏洛打量 有的甚至是指指点点 从他们的对话中 可以得知 这些人都已知道 眼前这个美少年 便是那个黑粗小儿魏洛了 易容术 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 都是神秘的事 他们瞅着魏洛与先前迥异的脸孔 都是称其不已 一路目光相送 魏洛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直到他踏入门槛 才发现两世必一直跟在身后 这时也入了院 魏洛一回到寝房中 便清虚了一口气 他把房门紧紧的一关 身抵着门 再次重重的吐出了一口气 唉 终于过去了 半赏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可以说 他现在比之前更加安全了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粤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